轿车绿灯执行突然间右侧冲出另一部车 速度飞快拦腰撞过来 瞬间被撞的轿车180度翻覆 一阵天旋地转 行车记录器拍下这惊险画面 翻覆了轿车车里有爸爸妈妈及一对儿女 除了六岁小姐姐以外 最小的是弟弟才四岁 好险他们都只有轻微擦措伤 没有大碍 事发在桃园观音 当时正中午爸爸开车在妻儿外出 没想到守规矩行驶却哀壮 台中也有惊险车祸 一名77岁老翁走斑马线 已经走一半 没想到后方冲出一步左转轿轿车 朝他一撞 老翁倒地不起头部受伤 紧急送医 肇事三十八岁女驾驶 公车是车辆A柱挡住视线 没注意到行人 警方则表示车辆行警路口 本来就该减速停让 又一次撞行人事故 恐怕只让台湾更难以摆脱 行人地狱的恶民 记者刘志展黄翔 父王诗涵 桃园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